Hello,大家好,我是熊儿 今天来分享生活了 这两天呢,断耕视频了 因为熊儿感冒 然后做很多事情 所以忙不过来更新这些视频 本来是打算在山上接待游客的 但这两天一直在忙 都没有去县城买生活用品 因为山上现在啥也没有 如果上去的话,要得带吃的 用的上去 所以过几天送阿发去县城 然后再去买 这两天呢,我们去阿村杀酒下 还有一位小姐姐结婚了 所以要参加婚礼 今天下午去西南瓜家 因为这是二婚了 我们这边的话 第一次结婚的一般都是早上四五点去 然后那边就五六点就进门 然后二婚的话要等下午才能去 所以下午去参加婚礼 现在的话分享一下我们家的生活 现在准备去两个镇上去取快递 快递到镇上了都没有去取 小花订的快递 所以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 现在把我们两个去取快递 所以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做饭了 你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饭吗 煮了腊肉 然后米饭 等一下弄点辣椒面 弄着吃就好了 现在在煮 阿发我们两个要去取快递回来 应该就可以吃饭了 走 阿发 来 抱 看阿发的皮肚子弄 阿发 嗨 这个阿发一点都不听话 早上一起来就叫我去给他买吃的 他非要拉我的手 去那个小卖部 刚刚给他买了皮饮料 还有买了点那个糖 就像吃 他一般早饭都吃 呃 离食 然后他吃的是面包 面包和那个饮料 所以对身体应该有营养 我们一般早饭都给他吃这些 阿发呢也有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 因为这段时间县城特别特别的冷 而且下雪了 我怕阿发受不了 所以请假在家里面休息 等那个冬天过了 再带阿发去学校上课 家里面呢我们自己教他 现在他普通话说的也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有点调皮在家里面 阿发知道我的车 看 干嘛 走 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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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怎么没打开啊 啊 自动的 来 快点 快点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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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寄安全带啊 快点 不听话 黑猫 我们这边呢 呃 镇上才有快递 镇上的话什么快递都能到 所以一般网友给我们寄的衣服 然后自己买的东西 都放在这个镇上 然后去镇上去 我们雪崖村附近有两个镇 这两个镇 哪里的快递都可以 啊 然后我们这个村的话 只有一个游车快递 但这个游车快递 什么东西都到不了 所以一般我们都寄到 这两个镇上 我们去取个快递 还要开车 五六个公里 现在好了 以前住在雪崖村山上的时候 取快递都要 一天 走 去取快递 出发 去镇上取快递 干嘛 干嘛 现在到这个中国游泽泽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游泽不低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比较快 然后那个 快递员在忙 让我们等一会儿啊 我的个天哪 我还以为是少东西 结果是看 做网易 看 现在我们开始吃饭了 阿蓬 弟弟 看弟弟 被别人吃弟弟 没法吃饭 等一下再给他做吃的 今天我们看 我们的菜 有个辣椒 然后有个这个北菜汤 还有这个腊肉 炖米饭 然后这里还有腊肉 看阿芳 不吃饭 在这儿 调平 阿芳 干嘛你 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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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